中国总理李强今晚抵达我国 展开为期三天的官方 首相安华预料将会和李强共同见证 几项谅解备忘录和协议的签署仪式 这涵盖了数码经济 绿色发展 旅游 房屋与城市发展 高等教育 科技和农产品出口等等和做领域 这些关系统能提供大利亚 这也是中国国家 尤其是两个关系统 因为中国国家是一个大质量 第二质量的大质量 我们的关系统 农官部长达司李东姑扎鲁指出 李强房马与机会签署马中经贸合作 五年规划 继续深化在机器人、企业发展、 创新和初创企业 以及农业和原产业研发领域的合作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 李可敏则指出 马中将签署有关房屋、城市规划 以及智能城市的谅解备忘录 两国将在智能房屋、城市重建与永续等等方面 探索和做潜能 李强明天将会线会晤首相安华 接着就出席贸工部的活动 下午会巡视 玄兰额东铁干线的额迈综合终点站 李强在三天的官房中 也会出席马中建交50周年庆晚宴 以及觐见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笔下 资深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